低气压接近北部东北部防大雨台风被毕加最快明生成 中央气象署表示 北部东北部今天上半天可能有较大雨势 其他各地为午后雷震雨 另外各国模式模拟 台风被毕加最快有机会在明天生成 14号最接近台湾约位于琉球群岛附近 台湾受其外围水汽影响亦有降雨 在台风被毕加之后可能还有另一个台风葡萄桑在酝酿 但目前尚未有明显结构 可能要等到下周之后才有发展机会 苏花公路故今天下午抢通恢复开放双向及夜间通行 花莲八日下午许多地区突然下大雨 苏花公路台九线164.5K崇德路段土石如洪流般泄流过公路 并淹没台铁崇德至和人间东阵线 9号台铁已恢复单线双向行驶 苏花公路预计今天下午50抢通双向及开放夜间通行 金华城案柯文哲遭羁押律师声明不提抗告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设金华城案遭羁押禁件 辩护人9号发声明表示 羁押禁件的认识用法存在多处明显微误 但柯文哲不愿抗告因此尊重当事人意愿不再抗告 另外有媒体报道称简连搜到关键随身碟 里面记载2022年11月1日1500审庆经引发金流疑云 北简强调绝无泄露任何侦查内容给特定媒体 并主动分塌子案调查有无相关人员涉及部法 碳费起征建议每顿300至500元 预计2030年调升至1200至1800元 环境部9号召开第五次碳费率审议会 建议一般费率起征区间每顿碳新台币300至500元 预计2030年调升到1200至1800元 产业界认为 费率严定应参考主要贸易竞争国 如日韩的实际碳价负担 并将CPI纳入考量 初期碳费每顿不超过100元 以避免造成绿色通膨 优惠费率将于下次会议讨论 预计9月底10月初将进行最后一次审议会 8月出口436.4亿美元 创高AI带动电子资通其扬 传产波云见日 财政部9号公布8月出口436.4亿美元 冲出单月新高佳机 年增16.8% 连时红 表现优于预期 其中 受惠AI商机强劲 资通与视听产品外销写下单月新高 电子零组件出口也翻红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 台湾前8个月对美国出口达754.5亿美元 年增64.6% 预期到9月底可提前打破历年全年记录 川普贺锦丽将正面交锋辩论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民主党副总统贺锦丽与共和党前总统川普将于今天进行首次电视辩论 这场辩论可能使潜在赢家在大选最后冲刺阶段掌握优势 有分析家认为两人采取的辩论手法将成为鲜明对比 分析家并预期被仰慕者称为卡玛拉警察的贺锦丽 将利用他曾任地区检察官的经历向川普施压 美媒说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越来越难外国人与当地人互动遭严密监控 美媒报道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断强化政治控制下 西方学者专家在研究中国时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和障碍 有部分学者表示他们在中国人能展开有用的实地考察 方法是避开敏感话题 并依靠多年甚至几十年来建立的当地人脉 但对于经验和资金较少的初级学者和博士生来说 前景更加黯淡 苹果发布iPhone16系列新机内建AI功能增沙漠泰金属新色 苹果公司9号在加州总部举办秋季发表会 如外界预期推出内建AI功能的iPhone16手机系列 配备升级后的Siri AI文字编辑及照片辨识工具 苹果执行长库克表示 Apple Intelligence技术将让iPhone功能显著提升 他标志一个令人振奋新时代的开始 卓榮泰说 体育部是最高朝野共事判完成立法明年运作 行政院邀集体育界人士参与筹备体育继运动发展部 9号举行首场咨询小组会议 咨询委员与球选手李扬等人关切选手培训议题 希望有更多资源让选手到国外参赛 累积经验 行政院长卓榮泰则表示 当讲到体育继运动发展部时 朝野一片较好 明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已经匡列相当经费 希望透过立法院完成立法 让体育部正式运作 巴黎帕运台湾选手成绩亮眼 总统府明举办欢迎派对 台湾选手在巴黎帕运表现亮眼 夺下三赢两同 总统府明天下午将举行 台湾英雄荣耀同行派对 由总统赖清德接舰 并由国防部三军一队舰门迎接 帕运英雄全程网络直播 媒体关注 是否比照巴黎奥运选手回国后 举行游行活动 教育部政务次长张廖万坚回复 由于双十国庆将至 合并在国庆大典游行中实施 开箱老照片 纪念英雄少年在春游泳池破土 1965年9月10号 在春游泳池的破土仪式 在昔日圆山儿童乐园的基隆河对岸举行 在春游泳池曾是台北最大的公共游泳池 包含三座游泳池和一座溜冰场 是许多青少年夏日的好去处 游泳池会取名在春 是为了纪念一位舍己救人的少年 Podcast影视IP转身术创造角色多元宇宙 近期OTT平台热播的强党剧 正港分局 由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衍生而来 剧中不仅延续了原有角色的故事 还加入了全新角色与剧情发展 本期文化双周报特别聚焦影视IP 从电影转型为影集的过程 深入采访鬼家人以及角头的制作团队 探讨电影转为影集的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收听Podcast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装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明天见